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Real Estate Briefing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 尤其是最近解除购房限制所引发的股市飙升 随着中国许多城市逐步放宽购房政策 广州成为了最早完全取消购房限制的城市之一 这一变化迅速点燃了投资者的热情 股市也因此出现了显著的反弹 在此背景下,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了政策速度的重要性 呼吁各政府部门快速推动经济刺激计划 在这一系列高风险的刺激措施下 我们看到股市指数如CSI300和恒生指数大幅上涨 显示出市场信心的回升 然而,这些政策的放宽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光明的 专家们警告,虽然短期内能激活市场 但长期的房价稳定性以及经济健康仍需密切关注 许多潜在购房者已经开始走出家门 寻找他们梦想中的家 但这股热潮能否持续 这将取决于未来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市场的反应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欢迎收看Real Estate Briefing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向 特别是最近解除购房限制的政策变化及其对市场的影响 本文主要来源于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和CNBC的综合报道 让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些信息背后的深层含义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纽约时报的报道 文章指出,中国最大的城市广州最近取消了所有对购房者的限制 这是为了应对持续低迷的房价和经济增速放缓 广州的这一变化与其他20多个中国小城市的策略一致 旨在逆转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振兴经济增长 这一政策调整显然对市场信心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股市因此大幅上涨 在此背景下,上海和深圳等城市也相应放宽了购房限制 虽然这两个城市并未完全取消所有限制 但这一政策变化足以让投资者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前景 并对未来市场表现充满期待 根据报道,上海和深圳交易的大型中国公司指数 CSI300在上周上涨近16%后 本周一再次上涨了8.5% 香港的中国房地产股票主要指数在单日内也上涨了近10% 政策的调整无意为市场注入了强心计 许多潜在购房者开始走出家门 重新考虑购房计划 这意味着市场对政策的反应是积极的 购房需求有所回升 然而,专家们也警告说 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刺激市场 但长期来看,房价的稳定性和经济的整体健康仍需关注 南华早报的报道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背景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会议上强调 各政府部门必须尽快落实高层指示 加快政策的推出和实施 以应对当前经济的各种挑战 为了实现年度GDP增长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和主要经济中心 已经降低了现有住房贷款的利率 并放宽了房地产业的购房限制 市场对此反应热烈 香港恒生指数在周一上涨约2.4% 创下了连续第二个交易日的成交额记录 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成交额 也达到了新的高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的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 分别约为2.2%和2.4% 人民币也持续走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呼吁加大对私营部门的支持 并强调经济复苏的重要性 人民银行还要求商业银行 在10月31日前完成现有住房贷款利率的调整 预计平均降低约0.5个百分点 专家指出 这一举措是为了应对房地产业困境 并推动经济增长 CNBC的报道则着重于房地产市场的具体反应 广州市政府宣布 从周一开始取消所有购房限制 上海和深圳市政府也随之降低了购房所需的纳税年限和首付比例 这些政策调整明显提升了市场信心 恒生大陆地产指数在周一早盘上扬8.36% 延续了上周超过30%的涨幅 然而 专家们也指出 这些放松措施在大城市中的效果可能会更明显 而在较小城市中的影响则有限 较小城市的高库存水平意味着政策更可能带来市场的稳定 而非彻底转变 这些措施是响应中央政府对抗房地产业低迷的呼吁 旨在停止市场下滑 推动复苏 综合以上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以应对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整体经济的疲软 这些政策调整不仅包括放宽购房限制 还涉及降低房贷利率 减少首付比例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短期内 这些措施显然对市场信心和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 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迅速反弹 但是 长期来看 这些政策是否能够真正稳定房价 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仍需时间验证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曾经为GDP贡献了超过四分之一 但自2020年北京对该行业高负债水平的打击以来 市场进入了长时间的调整期 尽管政策力度不断加大 以减轻家庭财务负担并稳住房地产行业 但之前的措施并未带来实质性的转变 未来 中国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以及加快完成已受房产的停工或废弃建设项目 以重建潜在购房者的信心并恢复需求 投资银行高盛指出 近期的政策标志着与以往零星放松政策的重大转变 为市场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刺激 然而实际GDP增长的长期预期仍存在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变化显然具有深远影响 对于投资者和普通民众来说 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不仅影响他们的购房决策 也可能深刻改变他们的生活和未来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一动态 带来最新的分析和报道 感谢收看Real Estate Briefing 我是您的主持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中国数十年的房地产繁荣中 对于公寓的需求之高 导致各大城市对购房者施加了限制 限制他们的购房资格以及购买的数量 然而随着当前面临的挑战 持续低迷的房价 中国最大的城市开始逐步放宽这些规定 广州这座拥有1900万人口的南方城市 与本周一取消了所有对购房者的限制 这是政策制定者在过去一周内 宣布的一系列高风险经济刺激措施中的最新一项 广州的变化与其他20多个中国小城市 最近采取的策略相一致 官员们试图逆转持续的房地产低迷 以及影响中国经济各个角落的增长放缓 从寻找工作的年轻毕业生 到能够退休的老年人无一例外 另外两个主要城市 深圳和上海也在本周一放宽了购房规则 尽管并未完全取消所有的购房限制 这一消息如同一记强心针 让中国股市振奋不已 这也是中国经济困境的另一个受害者 在上海或深圳交易的大型中国公司指数 CSI300在上周上涨近16%后 本周一再次上涨了8.5% 而在香港的中国房地产股票主要指数 在周一单日内也上涨了近百分之十 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无疑是对市场信心的一次强烈提振 许多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前景 并对未来的市场表现充满期待 在广州的街头 许多潜在的购房者 开始走出家门 参观各种楼盘 小李是一名刚毕业的年轻人 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拥有自己的家 随着政策的放宽 他感到希望重燃 于是他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房 心中充满了期待 我一直在等这一天 现在终于可以考虑购房了 小李兴奋地说 他的朋友们也纷纷表示 这是他们进入房市的最佳时机 然而这一切的变化并非没有风险 专家们警告 虽然放宽购房限制可能会短期内刺激市场 但长期来看仍需关注房价的稳定性 以及经济的整体健康 随着政策的调整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如何发展 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无论是对于投资者还是普通民众 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将深刻影响他们的生活和未来 在上周一系列刺激措施的推动下 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正在加快 这些措施被形容为一场政策大炮 旨在迅速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的执行会议上强调 各政府部门必须尽快落实高层指示 他表示 我们必须加快政策的推出和实施 对于那些相对成熟的政策要立即启动 李克强的呼吁 不仅是对政府机构的激励 也是为了应对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 包括疲弱的内需 房地产行业的困境 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的压力 为了实现 约5%的年度 GDP增长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和主要经济中心 已经降低了现有住房贷款的利率 并放宽了房地产购买的限制 市场对此反映热烈 香港恒生指数 在周一上涨约2.4% 收于21,133.68点 创下连续第二个交易日的成交额记录 达到5,058亿港元 约合651亿美元 自人民银行上周二宣布利率调整以来 该指数已上涨了13.8% 同日 上海综合指数飙升8.1% CSI300指数 则上涨8.5% 这一热潮使得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成交额达到约2.6万亿元 约合3707.5亿美元的新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2% 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4% 人民币也持续走强 人民银行将美元的日常中间价定位7.0074元 超过了上周五的7.0101元 周一下午的离岸人民币汇率则在6.99附近徘徊 在上周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呼吁加强对私营部门的支持 鼓励官员们优先考虑经济复苏 而不必担心犯错的后果 人民银行在周日表示 商业银行需在10月31日前完成现有住房贷款的利率调整 预计平均降低约0.5个百分点 这一举措是为了应对房地产行业的困境 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于永定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指出 随着房地产市场供需动态的重大变化 当前的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显示出明显的不足 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注 并凸显了调整和优化的迫切需求 广州这座南方经济重镇宣布 从周一开始 购房者不再需要进行资格审查 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人 都可以拥有一套或多套住房 金融中心上海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允许在当地缴纳税款满 12个月的外地人拥有一套住房 这一资格审查的时间缩短了两年 于永定强调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财政测包来补充上周的刺激措施 充分激活市场 他建议中国应该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开始 否则将无法实现今年5%的增长目标 投资银行高盛在周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近期的举措标志着 与以往零星放松政策的重大转变 为市场提供了 长期以来期待的相当规模的刺激 高盛预计 人民银行的放松措施 将使实际GDP增长提高0.4个百分点 但也指出 媒体报道的潜在财政策措施的增长 影响难以确定 总的来说 高盛认为 对于2025年4.3%的实际GDP增长预测 风险仍然是双向的 尽管最近几天的政策消息 扩大了潜在结果的范围 在中国大陆主要城市 宣布放宽购房限制后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 在周一出现了显著的反弹 这一政策 旨在提升购房者的信心 并且是在中央引行 一系列政策刺激措施之后推出的 广州政府在周日发布通知 宣布从周一开始将取消所有购房限制 此前 外来家庭需要缴纳至少六个月的税款 或社会保险 才能购买最多两套住房 而单身人士 则仅限于购买一套公寓 这一政策的放宽 无意为许多家庭带来了希望 上海市政府 也随之降低了购房所需的纳税年限 从三年缩短至一年 此外 首次购房的首付比例 也降低至约15% 而第二套房的首付比例 则降至约25% 这一比例高于全国平均的15% 根据周日的通知 这些新规定将于周二生效 深圳市政府同样放宽了购房限制 当地家庭原本只能购买两套住房 单身人士只能购买一套 现在在某些区域允许买家再购买一套公寓 根据声明 拥有至少两个孩子的外来家庭 现在可以购买两套住房 而之前仅限于一套 随着这些政策的推出 恒生大陆地产指数 在周一早盘上涨了8.36% 延续了上周超过30%的涨幅 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开发商 如龙湖集团 恒龙地产 和中国资源地产等 成为恒生指数中涨幅最大的股票 分别上涨了19.1% 10.95%和3.58% 中国海外发展和万科企业的股价 也分别上涨了5.06%和12.89% 大陆的CSI300指数 在周一上涨了6% 这是该指数在上周五 创下近16年来最佳表现后的延续 CSI300房地产指数 更是上涨了超过7% 根据Rodium Group的副主任 Allen Femme的说法 放宽购房限制 可能会在一线城市 如北京 上海和广州 中比其他城市 更大幅度地提升房地产销售 他指出 类似的措施 在其他城市的效果并不明显 NateXS的亚太经济学家 Darie Engie也持相似观点 他认为 在较小城市的影响会更有限 因为那里的库存水平较高 他表示 这些措施更可能导致 某种程度的稳定 而不是彻底的转变 这些放宽措施 是响应中央政府 上周对抗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呼吁 根据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主持的高层会议的纪要 当局必须努力停止 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并促进稳定的复苏 中国人民银行 还将现有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 平均降低了0.5个百分点 并将第二套住房的平均首付比例 从25%降低至15% 房地产曾经为中国的GDP 贡献了超过四分之一 但自2020年北京 对该行业高负债水平的打压以来 进入了多年的下行期 中国政策制定者 一直在加大支持力度 以减轻家庭的财务负担 并稳住困境中的房地产行业 然而之前的措施并未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转变 根据Maybank投资银行集团宏观研究主任 Erika Tay的说法 中国可能需要加快完成已售房产的停工 或废弃建设项目 以重建潜在购房者的信心 并恢复需求 他指出 今年再见的楼面面积中 只有4%已经完成 Nomura的分析师 Jace Hudon 在9月26日的报告中强调 迅速跟进的财政策略至关重要 并表示 如果能够及时推出 将成为刺激内需和稳定房地产行业的助力 NetAccess的NG预测 购房者的需求将缓慢触底 抵押贷款增长 预计将很快停止收缩 但要看到房地产市场的明显反弹 仍需要更大规模的措施和更长的时间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好 今天我要支持中国放宽购房限制这一举措 你看广州 深圳 上海等城市纷纷取消 或放宽限制 这无疑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就拿上周一的股市来说 CSI300指数上涨近16% 这不仅反映了市场的热情 更是对政府政策的肯定 当年 美国大萧条期间 卢斯福总统也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 结果如何 经济逐渐复苏 所以 我们应该给这些政策一个机会 让市场自行调整 楚天书 你的观点听起来像是从经济课本里直接抄来的 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放宽购房限制 会不会让炒房者再次兴风作浪 当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 可是前车之鉴啊 股市飙升是好事 但你知道吗 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的 广州取消购房限制 短期内是刺激了市场 但长期来看 这种措施是否能稳定房价还是未知数 再说了 假如这些刚需购房者被套牢在高房价里 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可不会因此受益 好吧 谢琪琪 我承认你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你也得看看现实 房地产市场低迷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其他部分 你知道吗 房地产对中国GDP的贡献曾经超过四分之一 现如今 市场需要的是信心 而不是恐惧 况且 广州和其他城市的政策调整并不是一刀切的 他们还在根据市场反应进行调整 再说了 我们都知道 当年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时 也有人反对 结果如何 美国经济逐渐复苏 所以 我们应该给这些政策一个机会 楚天书 你这个观点简直像是从政府宣传手册里直接抄来的 量化宽松政策是美国 这可是中国 你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有多大吗 放宽购房限制只是把问题转嫁到未来 往长远看 这些政策只会让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更加严重 就像那句老话 隐振止渴 再说了 购房者真的有能力承受这样的房价吗 你让刚需购房者进场 他们的收入能跟得上这样的房价吗 这不就是一场财富大转移吗 谢奇奇 你说的好像我们就应该什么都不做 坐等经济自生自灭 中国政府现在所做的是在救市 而不是饮振止渴 再说了 这些政策并不是一刀切的 还有其他配套措施 比如降低住房贷款利率 这可是对刚需购房者的一大福音 你知道吗 历史上 当一个市场陷入低迷时 政府若能及时推出合适的政策干预 市场完全能够逐渐恢复 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 美国推行的政策成功让经济逐渐复苏 总而言之 我们应该对政府的政策有信心 你这话听着真像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 降低住房贷款利率是好 但问题是 这样会不会加剧银行的坏账风险 你知道中国的银行业 已经面临多大的压力吗 再来一个4万亿刺激方案 我们未来可能会迎来一场更大的经济危机 你提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 但你有没有想过 那时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对全球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我们需要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而不是短期的数据好看 你还记得庞氏骗局吗 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庞氏骗局 谢琪琪 你真会挑刺 什么都不做就不会有坏账了 银行坏账风险确实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束手无策 政府推出这些政策正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经济危机 你知道吗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市场需要的是信心 而不是恐慌 再说了 这些政策是有针对性的 比如降低首付比例 这对刚需购房者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 我们需要的是积极面对问题 而不是一味批评 秦始皇修长城 那可是为了国家的安全 难道我们现在就不需要一些大胆的举措来拯救经济吗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词曲 李宗盛